九岁孩子被皇帝斩首死前,说出七个字成千古名言。 古代的皇宫内看似辉煌无比,实则黑暗一场,皇室为了争权夺利,更是六亲不认,虽然皇帝的儿子很多,不过皇位还是太子来继承,虽然那时候很多贵族家族类的继承人都是立地长子, 然而皇室却并非如此,所以众多皇子为了争夺太子之位,明争暗斗,手足相残是非常普遍的。 例如在公元五年,王莽毒死寒平帝,强迫刘英禅美给他,建国好心,再如玄武门之变,李世明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等等,所以皇室险恶可见一斑, 而在古时,有一个九岁小孩被皇帝杀死,死前说了七个字却流传至今。 孝武帝曾经有二十八个儿子,却非常偏爱其中排行第八的刘子鸾,由于当时孝武帝非常宠爱殷书仪,而刘子鸾是其第一个儿子,所以备受孝武帝宠爱,甚至五岁就疯了亡, 可是最后他并没有想到,正是由于这份偏爱害死了这个最疼爱的儿子。 公元464年二月,孝武帝驾崩,继承皇位的是其长子刘子叶,由于刘子叶从小就没有得到皇帝的喜爱, 所以非常歧怒,甚至恨一滔天,等他继位之后,没过多久就实施了自己的报复计划。 当刘子叶在苦心计划一年之后,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时,就下了刺死刘子鸾的圣旨,当时刘子鸾只有九岁,不难看出,这是多么的荒唐,对九岁小孩都不放过,是何等无情? 可是这是确实是发生了,在赐死当日,街道赐死圣旨的不仅仅只有刘子鸾,还有五个童母弟弟妹妹们,让人唏嘘不已。 九岁的刘子鸾面对死亡时,并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哭天喊地,他只是淡淡地对侍从说了句话,愿身不复生亡家,帝王之家最无情了,在这里面亲情淡如清水一般, 可以说是人生的另一种悲哀了。